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位特别负责任的保安 李师傅 李师傅在南京古楼区的某小区做保安 前两天他值班的时候 突然看到有一个中年妇女 鬼鬼祟祟的溜进了小区 李师傅立刻就提高了警惕 发现可疑女子之后 李师傅就在小区监控室里 密切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 只见这名女子先是若无其事的走进车棚 然后来来回回的观察四周情况 确定没人之后 她弯下身开始撬锁 三分钟后女子走了出来 在那边打开一下撬掉就看见了 人家打开撬掉了 小区还没撬掉 据车主张女士介绍 为了防止被盗 她给车子上了U型锁的同时 还在轮轴间按了一个小锁 而嫌疑人没能撬掉小锁 准备返回住处拿工具继续盗窃 结果被李师傅在大门口堵了个正着 警察女子姓孙 南京本地人 10月16号 孙某刚刚在附近一个小区盗窃过一辆电动车 案发后 民警将孙某的体貌特征 告知各小区保安 希望大家提高警惕 注意防范 没想到 六天以后 孙某就被李师傅抓了个现行 目前孙某已被鼓楼警方行事拘留